武汉解封一个多月后 疫情死灰复燃 担心第二波病毒反扑 当局破天荒 祭出终极手段 武汉官方下发紧急通知 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全员新冠病毒核酸筛查 并且限期十天内完成 这对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继十天建好火神山医院后 武汉再度挑战 要在十天内完成千万人口普筛 包括日媒也高度关注 就怕解封审化幻灭 由于武汉近来新增六起病例 明显为群聚感染 但当局霸气宣示要落实普筛 如何达标也成为难题 武汉现有核酸检测机构 和检测点264家 日均检测能力仅为4.6万人次 十天内要完成千万人次普筛 但武汉的平均单日检测能力 仅4万多人 最高纪录也只冲到6万多 如何暴增至单日百万 各方还一头雾水 但中方坚持撒币21亿人民币 约合台币88亿力挽狂澜 因为另一头的吉林 已经爆发第二波疫情 列为高风险地区 进入暂时状态 全面守往封城 尽管民间风声鹤唳 吉林被打回原型高唱空城记 但中国专家仍挂保证 不会再出现疫情高峰 沿由在而随着中国各地 拉警报立刻又打折扣 三菱新闻金水会报道